一个17岁中六学生 剩去年11月在屯门管有汽油弹和二言物品 判监两年8个月 法官指案情严重 虽然被告有负义 但犯案不是一时冲动 不适合判入牢教中心 潘耀昇报道 下个月满18岁的被告陈国正由囚车押走 案发在去年11月10日 警方在屯门少林院附近 发现被告拿着对港机 上前制服之后手出三支汽油弹 白电油、白布、漏斗和打火机等 被告早前承认一项管有物品 意图摧毁或毁坏财产罪 辩方求情那时说 被告是个正面积极的年轻人 刚刚考完文憑市 获得美国大学取录修毒机械工程学位 心理报告建议判入牢教中心 又说被告对今次犯案 令到家人担心感到抱怯 未来想继续升学 法官胡雅文判刑那时说 控罪和案情严重 被告管有三支汽油弹 袋里面的二燃液体 可以制造多七支汽油弹 装在不稳定的容器里面 可能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不适合判入牢教中心或者教导所 法官又说 求情理由里面 年纪只是占很小的比重 又说被告已经17岁 不是年轻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如果年纪大一点会再判重一点 法官说被告虽然有悔意 但当时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有预谋计划犯案 考虑到他认罪判监两年八个月 被告的亲友听判之后激动落泪 法官最后说 被告想进修的话 坐牢都可以读书 又建议他接受心理辅导 有线电视记者潘耀星报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